二战期间 美军为了打败前苏联可谓处心几率 不仅有通灵部队和前苏联的100003部队互相斗访 还想尽办法研究生化武器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在前苏联的不眠人雄诞生之后 宣告美国在这一领域暂时落后 而前苏联的这次胜利也只能说是惨胜 不出所料的 不眠人雄实验体在无法睡眠的15天之后 获得了惊人的战斗力 但被关在一起的15个实验者 只存活下来两人 仅仅是两人就让前苏联士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整个抓捕过程中 苏联士兵和实验体大战了数个小时 失去了几个完整编队 才将实验体勉强收回 随之不眠人雄计划宣告失败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 一些绝密资料被美国获取 其中就包括打了三个X的不眠人雄 故事发生在1989年的纽约 七巡老汉白大爷正在沙发上看电视 忽然一阵异响引起了他的注意 什么声音 哦 原来是门外着火了 白大爷的第一反应是打开大门往外跑 可火势极大挡住去路 他根本无路可逃 还好家里有灭火器 在打完报警电话之后 老白用灭火器开始灭火 楼下的消防铃声响起 消防队随着人来 居住在本楼的客人们开始出散 随着大家下楼的有一个黑人男子 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脖子后面有明显的伤疤 消防队大队人马来到老白家门外 队长先跟指挥台确认了一下 是不是爆错地方了 门口一点烟都没有 哪里是失火的样子 指挥台当即确定 就是这里 赶紧救人拜问个几 无奈队长撞开了大门 屋内果然没有一丝失火的迹象 而地上坐着一个人 死去的老白 这就是这起诡异案件的整个经过 按照办案流程 法医简单的话案里下便得出结论 老白因年龄太大 心脏病发作死亡 至于失火之类的纯属扯淡 他的家里连根火柴都没着 全世界每天都会死人 每天死于心脏病的人不计其数 本来这件事不会引起永强的注意 可是或许因为他在警戒的名声太过响亮 有人知道他就是美国报警店 于是在一个还没尿尿的早晨 永强收到了一份资料 里面记录的刚好就是老白 爆火警时的声音 以及一份报纸 知名睡眠失调治疗领域名医 王老白死于心脏病发作 这个案子一定另有引擎 王老白作为一个成年人 不会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打火警电话 驴唇不对马嘴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几分钟后永强让人把尸体 打爆发给他的同事留言 而他则去王老白的工作单位 亲自调查 根据王老白的同事介绍 老白同志是一个道德高尚 业务能力极强的骨干性人物 在治疗失眠领域方面 有很高的成就 刚好有个患者在用电击疗法 治疗失眠 永强不懂就问 这次做啥呢 工作人员告诉他 这个小同志啊 有夜经症 就是睡睡觉就能把自己吓醒 不知道梦见什么吓人的东西了 咱们现在的疗法呢 就是改变他的脑部模式 让他产生相对平缓的梦境 这样就能沉溺其中不被惊醒 有点意思 现在的科学手段都达到这种程度了吗 能通过电击改变他人的梦境 说到这里永强不仅陷入思考 王老白在死前打火警电话 会不会与梦境有关联 在走出医院之后 留意证打来电话 他对王老白的尸体解剖有了结果 果然不是心脏病发作死亡 这其中另有蹊跷 注意王老白的死状双拳紧握身前 只有人体暴露在极高的温度下 也就是烈火灼伤 才会有这种程度的质地趋身 可是老白家并没有失火 表皮也没有烧伤的痕迹 这两点明显是存在矛盾的 还有当刘英打开老白的头盖骨时 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 熟了 这种状态也只可能是极高的温度导致的 刘英从井多年化压了一万多具尸体 从来没见过如此解释不同的现象 按照他的原话说就是 老白同志 他的意识相信自己被烧着了 意识经历了被灼烧的痛苦 然后他的身体器官随之做出反应 结果就是他死了 这还只是离奇案件的第一起 在同一时间的布鲁克林区 一个叫老皮的男子 正在哈西连天的看电视 他的后颈上同样有一个长长的疤痕 这是另一个黑脸的汉子 悄无声息出现在他身后 这个人正是出现在老白火场的男人 两个人看样子有过同样的经历 不敢不敢的谈了几句 老皮似乎非常畏惧黑脸汉子 王老白是被你杀的吗 难道那一招你果然练成了 黑脸汉子没有正面回答老皮 只是告诉他 我们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 付出代价 无法逃避 此言以弊 老皮突然看见自己的房间里 多出几个人来 他们分明就是死在自己枪下的越南人 越南人满脸愤恨的端起机枪 不由分数边疆老皮 打成了筛子 看着过去的同僚倒在自己眼前 黑脸汉子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 和一丝无奈 而这起案子不出意外的 又落到了永强的头上 说起他的死因 永强已经见怪不怪了 尸检报告上显示 他的身上有四十散处 小的内出血以及骨折 但是没有相应的外伤 法医无法给出结论 也就是说如果有外伤的话 这百分之百是枪击案 但是没有外伤 这就变成了超自然现象 一张照片引起了永强的注意 此人的后颈上有长长的伤疤 可医疗记录上却没显示 老皮做过什么手术 工作人员提示他 这可能跟老皮的越南经历有关 1970年老皮曾随着海军陆战队去过越南 众所周知 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越南的训练基地是帕里斯岛 而根据资料显示 王老白医生 在该时间也曾经在那里服过一 这就有意思了 两起离奇案件的受害者 居然同时在一个地方服过一 永强决定将两个案子 并案调查 在电脑的资料库中显示 老皮服役过的特种部队 叫高海绵侦察队 一共有13名队员 截止到昨天为止 幸存下来的只有两人 现在老皮死了 最后一个人将是解开谜团的关键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铁柱 在12年前便住进了精神病院 永强快马加鞭赶到精神病院 主治医师对他的情况非常了解 铁柱欺人很特殊 成天神神道道的 也不跟别人沟通 也不爱睡觉 经常扰乱其他人的睡眠时间 所以医生不得不将他隔离起来 可是等打开隔离室的大门 这里面还哪有铁柱了 精神病人凭空消失 这怎么可能 参加过小杨教授见了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 那精神病院的保安设施老完备了 门口都有好几个如狼似虎的大保安 抓住你往外跑 少不了一顿电棍除流 主治医师赶到前台询问情况 咱们关起来的大宝贝咋没了呢 可护士却告诉医生 是你在走的呀 那天正好我这边记得清清楚楚 铁柱是被你给放走的呀 医生满脸的难以置信 我?没有啊 可是看着自己的亲密签名 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对于眼前的情况 永强倒是没觉得太意外 因为他已经猜到了一些什么 就在永强准备打电话 让总部通缉铁柱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一个大胡子约见了他 跟他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见到了前苏联的 不眠人凶计划之后 在美国航天员登陆月球之后 美军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现如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为什么不用科学改变战斗的性质呢 为什么还傻乎乎的 用普通人去战斗呢 于是一小部分人在高层的授意下 把技能点点到了生化人的填幅树上 几十年前的科学水平不咋地 高层想来想去 也只想到了改变睡眠的方法 如果让士兵不睡觉该多好啊 24小时一直战斗 不用换班站岗 不用找地方睡觉 那毕竟是一只骑兵 说干就干 一只小队被当成了实验品 彻底跟除了睡眠 也就是从此以后都不用睡觉了 而这个计划 当时的负责人就是王老白医生 这只高海绵侦察队 曾经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战绩 在一次深入敌后的战斗中 他们被4000名越南军团团围住 结果在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之后 4000人的部队被13人全部歼灭 这是一个无比恐怖的战绩 不应该出现在人类战斗史上 还有死去的老白 以及活着的铁柱 已经足足24年没有睡觉了 在临走之前 大胡子又给了永祥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是高海绵侦察队的幸存者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但其实他爱活着 如果你想知道 这支队伍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赶快去询问吧 这个大胡子也是个奇人 说完之后一跺脚就踪迹不见 永强马不停蹄的 找到了最后的幸存者 看得出来不能睡觉 其实对人类来说 并不是什么恩赐 按照我们的想法 一个人24小时不睡觉 这应该是资本家老板 最喜欢的工人 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 甚至三个人的工作 什么996太楼了 干脆他妈的007 一天干24个小时 连续干7天 按理说 这种人应该是很富有的 一个人领好几个人的工资 结果却是一个比一个混的惨 铁柱在精神秘院里待了12年 老皮没有工作 在家吃低饱 这位大兄弟干脆在饭店里当服务员 这都是咋混的呀 永强很好奇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大兄弟告诉他 当初他们说的都挺好 参加实验之后 从此就不用睡觉了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比别人多出一倍的生命 玩网游升级快一倍 刚开始的确是这样 不用睡觉也不会疲惫 小队成员的战斗力飙升 日行800 在战斗中简直是如神魔一般的存在 可是后来就不对劲了 沟海绵侦察队在一次次大战之后 渐渐失去了人性 全都杀人成瘾 也不管对方是不是越南军队 见人就傻 直到他们有一次来到了一个300人的学校 男子说到这里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永强也没继续问下去 他还交代了这次实验的另一个主要人员 蔡博士 他是替小队成员做手术的人 无需怀疑 铁柱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他 一定要在动手之前将其抓获 可是让永强意想不到的是 铁柱经过这么多年的失眠折磨之后 竟然进化出了类似于阅读的能力 在他去拯救蔡博士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着了铁柱的道 被催眠了 说起来童树催眠 永强向来是不害怕的 没有人比他更懂童树 于之波班在他面前就是个小孩 可是让永强万万没想到的是 铁柱的阅读根本不用对上眼神 甚至都不用结印 用精神力就能发动阅读 那就没办法了 等永强醒过来之后 蔡博士已经被抓走了 在铁柱无比强大的催眠能力之下 蔡博士幻想着自己被13个小队成员 慢慢的慢慢的一人一刀割裂至死 当蔡博士两地差不多的时候 永强终于堵住了铁柱 这一次他实际上没有再用阅读 看样子他的心愿已了 已经不准备活着了 永强准备确实他活下来 跟他一起去揭发那些做实验的军阶大佬 可是铁柱说他累了 24年不睡觉 他的内心无比疲倦 他只想一辞了职 其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当初为了保护国家 自愿参军 自愿加入实验 而他们的队伍也成了 冠决群雄的13人众 可是事态的发展超乎了他的想象 眼看着身边的同僚 变成一个个杀人魔王 他的良心受到谴责 终于在一个学校里 他无法忍受下去 将整个队伍的人屠杀殆尽 只有一两条漏网之鱼 这个实验是邪恶的 参加这个实验的人必须得死 现在所有人都死了 他的心事已了 只想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 对了 铁柱信仰上帝 自杀是一种大罪 如果可以的话 他不想自杀 起初他还想催眠永强 让永强开枪干掉他 可是永强一见面 就把枪给扔了 不给你机会 这时候其他教员到了 铁柱的阅读瞬间发动 等永强再想阻止 已经晚了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吧 这个老兵不该再这样忍受下去 这个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很明显 故事中出现了催眠 以及心理暗示的概念 最高级别的心理催眠 可以让一个活人 觉得自己死的 那咱们反向推测 一个身患癌症的人 可不可以让他觉得 自己没毛病 然后身体的细胞 就统统痊愈了 拼 你细拼 可以说像铁柱这样的人 应该算得上是人类瑰宝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甚至想给他申请 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惜了